如果新增一筆資料之後 其實可以把它做一個修改 那之前跟各位講過這邊可以 叫做新增書或者叫賄賂資料 賄賂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也就是說呢 裡面全部的資料通通一次 批示信全部放進去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像我們這邊有1000多筆 不過1000多筆會跑得比較久 所以這地方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那做法上基本上是 把這個新增一筆資料怎麼樣 再加上一個for圍圈 那也就將來如果你要做重複性的事情 反正就是用for圍圈 for圍圈那範圍你要給它 從第二列有沒有 一直到哪一列呢 到那個結束那一列 那哪一列不知道 你用and嘛 然後方向是down 點ro就可以 那跑跑跑跑 那裡面會有個i嘛 那這個i的話是第二列 第三列第四列第五列 然後呼叫什麼 呼叫我們剛剛的那個方法 它就寫進去寫進去 一直比一比寫進去 ok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那最後就是magic box 就如果跑完之後就新增資料成功 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所以改寫的話 基本上也是一樣 我們就在這個全部匯入點兩下 那這邊的話我已經預先寫好 大概基本都一樣 就是 呃第一個就是喔 只是說我 因為我們這一次會時間會停留比較久 所以喔 怕說怎麼樣 畫面會花掉會變成白的 因為它會一直luck住了 它會一直在跑嘛對不對 要跑到完才會結束 所以通常呢 我們會用一個方式啦 以前我們在寫寫寫寫 其他的應用程式的時候也是一樣 會在這邊喔 加上一個什麼呢 加上一個me me就是這個表單 點 mouse point 就是游標 游標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 這個忙碌的那個 那個忙碌那個字叫做什麼 叫做 這個喔 應該是這個 hourglass 就是 游標變成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它你可以打11 或者打這一個都可以 它的 名稱是這個 你可以打數字 那恢復的話呢 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default那個 就是point default這個 那default這個的話 基本上 你輸入0也可以啦 或者是找那個default 預設的 那我怎麼會知道說 這些訊息 其實有時候不用背 我講過就是按F1 比如說在mouse point 你就點mouse 其實點 然後一個m 就會出現mouse point mouse point就是游標 按F1 這邊也會一些說明出來了 有沒有mouse point的屬性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會有一些訊息 比如說 剛剛講的default 有沒有 就0嘛 對不對 或者是11的話 就是殺肉狀 OK 那我們來跑跑看 最後的話呢 把這些相關的參數 放進去 有沒有 那最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執行起來 然後直接就新增了 因為不需要一筆 我需要 這邊1000多筆啦 會按下去之後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先跑程式 跑大概 拜拜 拜拜